就只能在這邊做 它就是一個UI 就是User 跟User之間 跟使用者之間的一個溝通的橋樑 那 Essail本來的那個 這個後面的東西 基本上它就變成一個類似資料庫的一個角色 也就是怎麼樣 你把最後的做完的東西填完自動幫我丟到這個裡面 它就變成你後端的一個類似資料庫的 放資料的地方就對了 那接下來當然我們做完之後 接下來你可能需要再把幾個地方做修改 因為未來我這個地方 我需要做一些 比如說設計一些程式在背後 所以我的習慣是再把它名稱稍微變動一下 所以記得在這邊後面我這邊有個叫 最好我的習慣是用那個元件的名稱 比如說是combo box下巴清單 所以我叫CMB開頭小寫 後面有個A 這邊的話呢 或者叫A B C D E 反正就照順序 這個邏輯有時候你自己可以定一個 不見得一定要照我這個方法 所以基本上呢 我這邊呢 這個叫CMBA A那這個的話呢 就叫TST A TST B好了 我剛剛打錯了 改一下 那這邊 這邊注意 改一下 改個B TST 不過因為底下這個已經這個這個名稱已經我剛改了 所以你名稱不能一樣 不然的話他會出現這個訊息 這邊有一個B 這邊應該是C才對 因為我改了之後 名稱如果一樣他就會出現剛剛那個錯誤 這個改成TST TST開頭的話就文字欄位 這邊的話改成B好了 A B C D好了 OK 然後A B C D 這個的話 L B L Label的縮寫 這個是 D Enter 那這個的話呢 是CMBA A B C D 好了 OK 那這個名稱的話 基本上如果你 練習的話 先照我的 如果以後你要改自己再去改 不過 切記一定要有一個邏輯 你要自己記得起來 不要說 自己亂改一個名稱 然後將來的話 找不到哪一個是哪一個 就麻煩 這邊的話呢 叫 CMD CM button 然後這邊的話呢 叫 CMD 一個A一個B 兩個 OK 那做完之後呢 當然 我們需要怎麼樣 把它啟動起來 不過啟動目前你直接執行的話 他會直接讓你顯示出來 可以把它執行一下 載入 系統錯誤 理論上的話 他應該會 啟動一個表單出來 或者是說呢 如果你不在這邊 理論上他會跳出來 要不然的話呢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直接在這邊插入一個模組 好 不知道跟中毒有沒有關係 好 請各位先生 我剛剛有點突發情況 OK 那再來另外一個 就是說如果你要啟動它的話 當然你不可能說 將來執行的時候 讓使用者 打開VBA去執行 所以你可能需要一個按鈕 那一般的習慣是插入一個模組 在這個模組裡面插入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名稱的話呢 也一般習慣叫什麼 啟動表單 那啟動表單的話呢 啟動表單 OK 那是一個SUV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打一個什麼 HOME 什麼呢 點 SHOW就可以了 HOME點SHOW呢 意思是說把這個表單叫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在這邊 假設啟動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樣 在這邊呢 插入一個那個 我們需要的 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在這邊 直接 插入一個 我剛剛那個啟動 聚齊 執行 那這個這個按鈕 我再找找看 理論上的話呢 執行它 或者加一個按鈕 也可以執行起來 但是執行起來之後 會有幾個問題 會需要解決啦 你下拉清單這邊 理論上應該怎麼樣 啟動的時候呢 自動幫我把什麼 品名 到底有幾個品名 有沒有 你要讓使用者 不可能說 空白嘛 所以 要怎麼樣讓這個地方 總共會有兩個下拉清單 當什麼情況發生呢 當這個表單啟動的時候 自動呢 幫我把這個清單加進來 那清單要怎麼加呢 特別注意啊 清單的部分的話呢 如果你要加 你要先知道一個概念 就我們前面講過 講過的 那個 所謂的物件的事件 那這個物件事件呢 就是當表單怎麼樣 點兩下有沒有 所以特別注意喔 只寫的地方在表單空白處點兩下 不過呢 它會觸發的是這個表單有沒有 這個表單物件 它被怎麼樣呢 被click了 可是事件 下拉清單 假設我要加下 那click的時候再加 所以之前有同學真的把它寫在click裡面 然後呢 就是 欸 他說說 老實點一下才有耶 沒點就沒有 那就不對了嘛對不對 所以應該寫在哪裡呢 應該寫在這個 activate 另外還可以寫在另外一個地方 叫Initialize 好 這兩個 其實大致上 會有共通的地方 可是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之前有同學怎麼樣 遇到一個狀況 他 欸 奇怪了 他 加一次 品名之後 欸 下一次關起來再打開 欸 發現品名變兩 兩個重複了 再一次 欸 品名變三個 那這邊之後 Elevate 指的是怎麼樣 他在記憶體裡面 把它啟動出來 如果你要再啟動 他就可能會再加啦 所以 剛剛有同學問到一個問題說 欸 老師為什麼清單變成好幾個 一樣的 那這個時候啊 如果你遇到這個情況的話 請你改成用Initialize 這個Initialize 是當那個表單初始化的時候 初始化只會一次 不會有第二次 但是Altivator 可能會有 第一次的Altivator 就是當你按下啟動的時候 Home點Show有沒有 那你可能Home點High High的話就是隱藏起來 但是他其實還在不在 還在記憶體裡面 如果你在讓他Show一次有沒有 又再觸發一次Altivator 啊如果再一次 那不就怎麼樣 再Show一次 所以你之前可能Show好幾次啦 Show一次的時候就觸發第一次 加清單 第二次呢 又再Show一次 那就加第二 所以怎麼辦 乾脆你不要寫在那裡 你寫在這裡 Initialize OK 這樣就比較保險 因為初始化 只會有一次 但是啟動 可能會有很多次 所以這個有時候 你要去了解那個 每一個事件 他的那個被執行的過程 大概稍微了解一下 那這樣你就比較不會有那種 出現那個Bug的問題 好 那我把它寫在Initialize 那做什麼呢 我們剛剛不是講 這個 這叫什麼 CB CMBA 這個CMBE對不對 然後要加東西在裡面的話 所以當什麼呢 當那個表單 Initialize的話 那我就在哪裡呢 CMBA 對不對 點下去 會有個什麼呢 Altivator 啊特別注意 我是建議還是要自己打 因為你沒有打 有些同學用複製貼上 一亂發現錯了 為什麼錯呢 因為 你的名稱沒改 常常有同學 忘了改名稱 第一個可能 第二個名稱有改 但是 打錯字了 比如說什麼C 明明是M 他打成N之類的 OK 所以呢 如果你用自己打的話 你點 他會出清單 表示你名稱打對了 但是點下去發現 名稱為什麼 那個清單沒出現 那表示你要檢查一下你的名稱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除錯的方法 那Altivator 後面空一個 雙引號 比如說我這邊有加 要加幾個清單呢 總共我們在清單裡面總共有 五個嘛 所以理論上有一招 Ctrl-C 然後怎麼樣呢 你可以直接把它 貼到那個 這個底下 那總共會有幾個呢 五個對不對 那你就是 把這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對不對 然後分別拿著玩具 茶 CD 把它放進去 意思類推 另外那個地區呢 也是一樣 地區不是有幾個 CM CM B E 嗎 點什麼呢 add item對不對 然後總共有幾個項目 有總共有四個吧 還是幾個 沒關係 反正就是 那你就是一樣的方法 把這個複製 然後一二三 四個好了 假設有四個 那你就把這四個 從這邊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呢 切到這邊 切上 然後把它移一下 不過這個方法是比較 突發煉鋼的 感覺還是比較不ok一點 那等一下再講 有沒有比較ok一點的方法 自動去抓什麼 清單裡面的 可不可以 可以啦 只是說兩種方法 我想 你都試試看嘛 假設你不會寫複雜的 你用簡單的 總會寫出來嘛 對不對 所以不要鑽尿角尖嘛 忘了沒關係 先把它做出來 沒有人會知道說 你背後怎麼寫的 一般人不會去看你成是怎麼寫的 所以很多工程師 裡面寫的亂七八糟的 沒有人知道 但是他還亂出來了 比如說他不會寫回圈對不對 他就一行一行寫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只是怎麼亂的 沒有人知道嘛 他們效果不是都一樣嘛 好 那你可以切換嗎 就是你現在在這裡面寫 那你可以跟那個表彈那邊切換 那就是看一下看一下 可以啊 所以我們現在要執行嘛 沒有 我只是 你在寫的時候 寫完 沒有 你在正在寫的時候 你有時候想要回去看你剛剛的表彈 然後也許我想要看CV 就把它點兩項 這樣就不會切過來 就只能點兩項 不然說小火狗 誒 理論上會從這邊點 然後如果你要回去的話 你就把它再關掉 他會出現那個 要不然就再點他兩下 他要切過來 有沒有 點這個地方 他就切過來 如果你要看表彈 從這邊 OK 那我的習慣啊 你可以再試試看別的方法 這個方法應該是比較簡單的方法 OK 切換 應該是有啦 不過我的習慣不會 我的習慣就是點他就可以了 OK 應該是不是有什麼視窗裡面可以去切啦 不過 這個你們自己 我是覺得 設計啊 自己習慣一個方法就好了 你不要想一個更 也許有更好的方法 但不是你習慣的方法 好 OK 所以也許你可以找一個 你最習慣 而且不容易忘記的 就是好方法 OK 好 不要一直追追求那些 可能要 我是覺得 最重要還是把東西寫出來 OK 寫完之後我們把它執行 不過他是又開始又不太聽話了 假設啦 理論上載入的話 應該就會把那個清單 全部載進來了 趕快先存一下 OK 執行 他可以又幫我執行 好 下拉有沒有 總共放五個 三 放四個 不過你想說 老師那 這樣好像感覺是寫出來了 可是好像 他有很多東西 都 是不是可以簡化 欸 沒錯 你可以寫回圈 那回圈是什麼 for I 等於第幾列呢 從清單裡面看 第二列 到他的最下面一列 A欄的 這個是C欄 你可以什麼 用回圈把東西搬進去 不過那個難度相對的比較高 也可以試試看 他for I 等於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到最下面一列 哪個最下面一列 記得是清單這工作表裡面 A欄的最下面一列 那這個也是一樣 地區是C欄的最下面一列 然後怎麼樣呢 跑那個回圈 and item 把那個 在工作表裡面清單的A欄 把它放到 那個清單裡面 那這種寫法是很 比較OK的 因為如果你以後清單很多的話 那你總不可能一直一直複製貼 一直複製貼吧 那如果 少還OK 可以多的話就不行 那怎麼寫 我想你們先試試看 好不好 先學著 簡單的方 這個比較 不是那麼聰明 但是比較簡單的方法 待會我們把它改寫成什麼 改寫成用那個 就是回圈的方式